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今天谈一下 我们的蔡总统农历的八月 农历八月运势会是怎么样 现在农历七月 七月是他的太岁正冲月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八字里面只会走出现在走的运势 从七月的下半旬 现在已经是今天是11号的国历 那就是农历的十五以后 就要走到下个月的整个衔接的运势 我们来看一下 历秋以后太阳巨门化季 他本命坐在那个猴的位置是走他的本命财伯公 他是1956年国历八月31号生的 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 对他来看的话太阳化季 我之前有在其他的前面两个月一个月 我都有做他的这个运势分析 我一直在讲他会受到他的部署的拖累 果不其然零至间就是让他力挺结果 现在声浪不断的攻击 那这个太阳化季 而且他太阳星是坐在深的位置 深的位置是露我线 就是夕阳夕下的意思 那太阳一旦化季的话就是乌云遮日 看不见这个太阳的光亮 所以对蔡总统来讲的话 他在这个月当中 接着下来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这半个月时间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对他的声望就如 鼓里面这样子往下坠 所以这个太阳化季会影响到他的声望 非常的严重 那再者的话 农历的八月份他本命的连针 连针是五鬼星 连针的化季刚好是坐在老公 老公的话就是连针对他的执政 对他的所有的团队 都开始被大力的检视 那当然我们在最近这一个礼拜以来 这个台海的风浪一直都延烧着 而不停的在做军演的同时 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做军演 他是三军统帅 那个连针季在下个月是正冲 农历的八月份正冲的时候 到底会展示什么效应出来呢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颗连针星 连针星他基本上就是对政府单位都有关系的 那包括军方他是属于 秩序跟权令的星 这个就是代表说你一个 一个人的品性 秩序 还有你的掌握的权力 这颗星是代表这样的意思 那如果这样的意思呢 对他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在农历的八月呢 等于微信近施呢 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化器曰求 求星的话呢就是 你看现在为了林志坚的这个 还接着下来要打官司 所以呢 林志坚呢跟很多人的官司之间呢 到底会不会拖累到呢 他的声望一定会拖累的 而且因为化器曰求 求就是官司的意思 那若居人生命呢 又是代表呢 他在这个运势上面呢 是受到很多的踏华跟阻碍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呢 这颗星有露存星道还好 但是因为没有啊 那这个月的露存星呢 农历的八月呢 是几 露存星呢 是走到了那个马的位置 那陀螺星呢 刚好会到呢 农历的八月 陀螺星在事工在蛇的位置 在蛇的位置呢 刚好又跟他的猴子的位置呢 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六合 所以呢 他会在那边赚不出来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处女座的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再看下去 如果是女命呢 在陷若之地呢 很怕呢 这样的话祭来冲 而且是正冲喔 祭冲的位置呢 行献逢之呢 就是呢 陷若之工白虎来冲 凡官司诉讼 还有劳狱之灾 那另外的话呢 连针呢 如果在隐身宫还好喔 他不是在隐身宫 那如果他是连针破均喔 那连针破均的话呢 如果是破均是破坏 反而是因为连针而破坏了他整个的威望 这在命格上来讲的话对他是相当不利 如果他继续力挺下去的话呢 我看了连民进党整个都会完了 那这样的话就麻烦了喔 那另外的话我们看 连针跟陀螺化祭入极恶宫 就是千仓百孔了 因为呢 在极右宫他是生什么 生病的意思 那今年他做的是病抚慰喔 好 内心也生病了 身体也开始生病了 你想想看 那这会是对一个 国家的元首来讲是不利的 好那这个是连针心喔 那连针心的话呢 代表说 在这个运势上面呢 他要小心有凶险 而且祸从天降 你想想看 连针心本来就祸从天降 不是他的事啊 变成他的事喔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流年大运的话呢 那他这个大运呢 是太阳化剂 好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太阳化剂呢 到底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 好 这个太阳化剂呢 在申宫 申宫呢 本来呢 太阳是一个好的新竹权柜喔 在工作职场上面 他是发光发热的 本来呢 他一直都是发光发热 自从呢 就是 培洛西来了以后呢 让他的威望呢 损责了一半 损责了一半以后呢 还不打紧呢 行灾很重 而且伤害他 这个还有呢 即便是在这个 深宫的话呢 他最怕化剂 就是是非天天有 而且伤到自己 也代表呢 是自己的灾恶了 你看看 这个大运里面呢 他走的是在武功喔 他走在中午的位置 本来是日立中天才对 但是因为他太阴行 坐在中午的位置 那是不得地的位置喔 不得地的位置 代表是什么 太阴不亮嘛 要靠着太阳的亮光嘛 所以你看喔 包括呢 呃 陈时中部长呢 呃 就是 呃 没有在职位上面呢 而且好像也没有辞掉 部长的职位 然后去竞选台北市市长嘛 那所以呢 整个的运势上对 对我们蔡总统来讲是非常不是那么的好 那苏大炮呢 每天都是 讲一些喔 有的没有的 大家对他的感觉就不太良好 不过呢 我们已经很习惯他这样苏大炮了 那你来看喔 甲午大运 65到74岁这个大运里面呢 他还有一个洋韧星跟灵星 洋韧星跟灵星对他来讲的话 是非常杀伤力的喔 因为在武功喔 武功太阳 那个天同太阴都是落线的位置 就是太阴不亮嘛 那结果他太阳又化际 所以这个太阳化际呢 影响的太阴完全几乎快没亮度 好 白天的亮度已经被乌云遮日了 你看喔 现在每天搞得是非 日多 是非多到不行 然后呢 现在学术界呢 整个要联手了 所以呢 看起来呢 对他是相当不利的 好 太阳 我在之前 一直在强调今年太阳正宗 好麻烦的事情喔 他不惹事的话还比较好 他结果他一站台完了 一站台的事情更大调了 所以呢 我一直在强调太阳化际的位置呢 已经是日落西山了 剩下一年多 他这个总统就要卸任了 结果这个时候呢 在年底的时候要大选喔 11月 26号农历11月3号就要大选了 那剩下只剩下三四个月的时间 现在已经7月中旬 无鬼进出啊 农历的无鬼真的是进出啊 所以呢 大家无所不用其极 反正呢 战 台海要不要战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然后呢 搞的呢大家 民心不安 民心不安到底 中共呢还会出什么样的手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他如果是退的下去 就真的会退吗 我不认为他会退耶 所以以退为进也说不定耶 对我们还是要防备耶 所以呢我们蔡总统整个运势上来看的话 真的在这个月太阳的化际 加上天机化际 看到没有 都是被陷害的 来天机在哪里 天机星落在他的福气宫 冲他的事业宫 看到了没有 天机 天机他本来是化全 化全是很好 那天良星有着腐星有火星 爆破力很强 但是这个天机一旦化际的时候呢 就爆破力很强 也代表说什么 你看一个裴洛西 一个老太太来了以后呢 让台湾整个呢 呈现两极的面 支持他的人呢就说 哎了不起 不支持他的就把他骂到 骂到半死了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因为呢 掀起了台海危机 这个台海危机呢 是大家最不乐见的 最不乐见的因为呢 到底呢会不会呢 后面还会有问题 我认为还会有问题 好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你们要听清楚了 这个天机化际呢 在这个月 好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下一个月呢 是吻曲化际 好吻曲星 我等一下解释一下 这颗吻曲星 太阳化际已经够麻烦了 这个呢 太阳化际在落线的位置呢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逢煞呢 无疑就是冲破了嘛 整个运势冲破 然后呢 就会有一些 非常麻烦 三方无疾就是变成凶向了嘛 所以呢三方无疾变凶向的时候呢 要怎么办呢 好那这个月呢 是天机化际 天机化际 有朋之远方来 当然我们可以有朋友到远 从远方来啦 天体下没有 天天都要打仗的啦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俄乌的战争 让大家害怕变成什么台版的 乌克兰2.0 大家很害怕嘛 最主要是这样子嘛 那中共到底会怎么样出手 我们到现在还摸不着耶 他每天跟你搞军演 军演完了以后 他说好他退了 到底会真的退吗 我不认为啊 你觉得他就这样退了吗 他心里哪里会甘心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好 那问题来了 文曲画季的月份来了 五曲星喔 本来今年牛年的五曲星呢 五曲星是落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五曲星是落在位的位置 在他吉右宫喔 这个五曲星呢 就是跟军购有关系 他最近天天海 我们要加强军购 但问题是 你人不够啊 军购很强 人不够 那美国要我们 每一个人要一支枪耶 男女要一支枪耶 那还得了 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去受训吧 对不对 现在开始是不是要征召 跟以色列一样征召女兵了呢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每天都要加强兵力的训练 训练两个月三个月就能够上战场吗 这问题在这边喔 对不对 因为前面很轻松 大家太平盛世过了几十年下来的 好 冰本来呢 一年多的冰 现在只剩下几个月的冰 不用做到一年 那有些很容易就不用做冰 当兵了 那现在呢 说女兵也要散仗场 那怎么办呢 好 所以呢 如果真的要征召的话 是不是会像乌克兰这样 65岁还要去打仗呢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颗舞曲心 舞曲化祭呢 是一个很麻烦的位置 舞曲化祭呢 如果会到零星陀螺 会到舞曲加化祭的话呢 竹叶不保欸 什么叫竹叶不保 台湾不保吗 那可怕的来 他又有地结 然后呢 又有妻善 好 那又有连真化祭 最主要是舞曲化祭 会到他的连真化祭 本命的连真化祭 来我们先讲 本命化祭加上流年的舞曲化祭 加上大运的化祭 两个化祭 一个在卫功 一个在升功 我在叫竹叶不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被怎么样 拿下欸 那还得了啊 他不一定要文功啊 他不一定要舞贺啊 他舞贺 舞贺通贺通贺 一个礼拜以后呢 说不定来另外一种绝招 也说不定 一定会再出绝招的 你放心 一定会用计谋出绝招 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就要结束的 那组业不保的话呢 煞聚的话就是破组欸 破组破终欸 哇天啊 那破家又劳碌 所以呢 如果呢 变成怎么样呢 成空啊 台湾会不会成空啊 被掏空了 好 舞曲心跟钱有关系 经济有关系 你看 中国大陆包围了一个礼拜以后 我们的经济损失 我们的损失会多大 绝对是几千亿啊 不是几千万啊 几千万算什么啊 对不对 现在在刁难我们 我们的户柜要出口呢 全部要改 你说这些 这些百姓会不会焦头烂额 会不会抓狂的 真的会抓狂啊 那就一直在赔钱了 这样下去的话 然后呢 时程Delay了 然后货轮也Delay了 然后呢 又要重新来过了 那根本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之大的工程啊 好 舞曲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本来可以发财远乡 现在呢 可怜啊 哪有发财 不要赔大财在远乡啊 赔大财在远乡 好 如果我们的货轮都Delay的话 你想想看 他们的合约 这企业的合约 到底要怎么处理呢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种一个状况的话呢 五破呢 破财无穷 五曲加贪婪 加地劫 把财结光了 惨喔 这个月 来接下来 因为吴曲心是性刚果 性刚跟性情很刚烈的人 连真心也是性情很刚烈 连真俗火 俗火是发火的时候 他是温温的看不出来他发火 这样大家听懂 不会很像爆跳如雷 他不会 他不会爆跳如雷 他就温温的发火 但是讲话很犀利喔 对不对 所以呢 行小而升高 性情刚硬果决 然后呢 整个 这样下来的话呢 真麻烦 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果说 这两颗心呢 做在一起 我们年底的时候是贪婪化剂 我们在一个月一个月做 那这样你们会听得更清楚 你们尽量在下方留言 不要骂来骂去 我跟你讲 大家有点风度 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是用专业来 你们要骂谁 都不要随便乱骂 拜托大家 就算不喜欢任何一个人 都不要随便乱骂 我们要保有一个文化水平 好不好 不要让觉得我们 台湾真的没有文化跟水平了 今天 各自表述 对不对 言论自由 可以各自表述 好 那请不要乱骂人 好 那如果你支持蔡英文 你也不用骂别人 你不支持蔡英文 你也不要骂别人 OK吗 我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子 大家和气 反而能生财 百姓真的也很无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农历八月 八月走天向天月跟天空 然后走天府路纯 但是他有一颗心是文曲画记 文曲他下个月走子女宫 正冲的是连真画记正冲 好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天向天府本来是好心 加路纯是好心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安倍晋三他有路纯心 结果他两颗心坐在一起 就被暗杀了 记得吧 八月几号 八月初 安倍晋三八月初 七月 七月的时候被暗杀 现在八月嘛 一个月而已嘛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下一个月的路纯心呢 是坐在 马的位置 而不是坐在他流月的位置 天向心呢 落线 所以呢 对公还有一个连真跟破军是很凶悍的 那这连破的在田宰宫的话呢 就等于是什么呢 整个国运呢 会因为这样子而乱成一团 因为田宰宫就是他的国家嘛 就是他的家嘛 那他当台湾的总统 那台湾就是他的家嘛 如果是日本 日本首相当首相的话 那日本就是他的家宰嘛 田宰嘛 整个的国运就是跟他有关联嘛 那我们再来看下去呢 如果在七月的天际画季 加上八月的文曲画季 文曲画季坐在他的命宫哦 我的天啊 文曲画季坐在命宫的话呢 如果他还没有很多的避讳的话 继续跟这些学校的学者 因为学校是独立的哦 我们现在讲教育他本来就独立的 我们从小到大 尤其像我们这种中年人哦 从小到大被教育的方式 跟现在年轻人被教育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前的高中毕业 比现在大学毕业还要厉害 我讲句真的 高中要考啊 初中要考啊 你看在我们更年纪大一点的 初中就要考试了 小学没有 我们没有所谓国中制啊 再年纪大一点的 没有国中制啊 七十岁以上的 几乎都没有国中制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以前的 都没有国中制 那没有国中制的话呢 到四十五年以后才有国中制哦 那是谁的功劳 那就是蒋经国 他们那时候的功劳哦 念了国中以后呢 就不用考试 好小学要考国中 国中呢 那个时候叫初中 初中再上来就高中 高中要考试哦 对不对大学要考试 要上台大哪那么容易啊 我跟讲 请全家之力都不一定让孩子念台大 你花了多少钱都不一定能够念台大 哪里能够找枪手 有钱可能可以的 以前有本事的有办法的可能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爸爸非常有钱 那就是蔡英文的爸爸非常有钱 那像连赞他们就很有钱 对不对 那像王永庆他们就很有钱 那不知道 就是很有钱的或很有大官位的人 可能还有枪手 以前都常抓枪手记得吧 那现在呢 现在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念台大比较容易 但是也不太容易啊 台大是全世界排名 在百名以念的大学 不容易啊 台湾因为台湾大学呢 而明阳四海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接着下来 其实在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农历的八月 文曲化季 文曲化季跟什么有关系呢 也是跟这些都有关系 跟学校的制度有关系 那天同化季呢 农历九月的天同化季呢 跟学生有关系 然后十月呢 跟学校又有关系 文昌化季就更有关系 跟学术界有关系 所以接着下来的两个月呢 三个月都是跟孩子 跟学校跟学术界 完全都有关系 所以呢 接着下来呢 我们蔡总统的运势呢 真的要非常小心哦 要先把自己顾好 如果国家的三军统帅呢 这个时候是 要应该更冷静的时候了 更冷静 而不是为了某个人 而让自己呢 深陷于危险当中啊 好 那文曲化季 我刚才讲过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哦 文曲化季呢 在他的秘宫 那就是一定伤害到自己嘛 威望 威望一定会被伤害 那这个伤害加上什么 他文曲化季加上什么 大宪化季呢 还有暗和的五曲化季呢 总共有三个化季 连在一起 谢谢大家 这样大家听懂了 他的文曲化季会到太阳化季 然后呢六合又到五曲化季 六合五曲化季 等于合到两个化季 好 更麻烦的是什么 更麻烦的是他田宰公本命的连真化季 连真很怕化季的哦 那在这个位置的连真化季呢 我觉得呢 他整个运势上来看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八字 他八字是一个很奇特 我之前在讲解他八字的时候 有特别提到他的八字 是非常奇特的 所以他今天才能够当总统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丙申丙申甲申 你看他有三个申 申公的申 我们申展台那个申扫出一个人之旁 那个叫申 申是猴的位置 他本命有属猴 好 那他的日主呢 是耕舞哦 为什么他能够得到年轻人 对他的青睐 就是他八字很奇特 但是呢 我要先讲一下 他现在走的运是今年的流年呢 现在走到呢 69岁 刚好是己丑 那69岁的己丑运来讲的话呢 也马上就要接这个运了 他现在走耕引大运 你看哦 耕引大运是不是隐身冲呢 冲到他 自己都不知道他应该要怎么样应对了吧 这个月 农历七月无鬼进出 无鬼齐聚 所以呢 我今天讲解到这里 大家应该很清楚 他八字现在走到的运势呢 是走耕引大运 59岁的大运 一直到68岁 那今年呢 他整个运势上刚好是隐身冲 那隐身冲的话呢 农历的八月呢 他整条线断掉 这个仆义宫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福德宫跟财博宫 这条线 在留月 在月令上面叫做什么 兄弟宫跟仆义宫 我建议他呢 要先把国政先处理好 就是我们现在跟大陆之间的问题要先处理好 而不是选举的问题 折兵损将是一定会的 全天下都一样 全天下都一样 折兵损将打仗更是折得太可怕了 那大将全部都几乎都快挂掉了 对不对 那折个兵损个将是正常的事情 那以国事为仲裁对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对蔡总统在农历的七八月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我之前一直提示 就是说他的八字里面今年正冲 刚好说五轨运 这个五轨运又是联征化季 在农历的八月又正冲 我的天啊 然后呢 他的文曲化季合到他的太阳化季 又暗合了他的榴年的五曲化季 好 大运化季榴年化季 加上榴月化季 这是联合起来是最不好的一个行运 好在农历的八月呢 其实我要呼吁一下 台湾其实是有危险的 这个台湾的危险呢 还蛮大的 因为呢 以蔡总统的八字来讲的话呢 整条胸浮线都断掉了 而且这个胸浮线一断的话呢 跟他田载工 八月份的田载工 刚好正冲他的子女工 就是跟百姓都有关系 所以呢 很怕呢 对岸是不是突如其来的 来个突袭呢 真的好害怕 希望我们三军统帅真的要小心 好 我今天讲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会逐月来解析我们 这个三军统帅的命格 我们只希望他好好的把台湾顾好 不要打仗 阿弥陀佛就好了 真的 把经济先顾好 民生的重要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因为呢 做大官的都有钱花 那小百姓呢 就饿到死为止 现在最可怜的就是那些渔民啊 农民啊 现在呢最惨啦 不要看那些股票啊 股票都是有钱人的玩意啊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连我都不敢做了 你想想看 连我都不敢去买半张股票 你就可想而知 我们是穷人家 好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呢 能够呢 在台湾还没有发生大事之前呢 能够好好的 赶快努力工作赚钱 也祝福我们蔡总统呢 能够呢 好好的把台湾带领好 谢谢你们 不要忘记 最重要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 按下小铃铛 拜拜 拜拜